你可能要注意就說 改完之後 底下好像會有一些還沒改到格式 有沒有 你明明改了 這個最後這個把它刪掉 這刪除了 其實這暫時的 這個也是暫時的 那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那個 設定格式法條件 管理規則 把這個 你可以發現 範圍我們剛剛只有選到32 可是有兩倍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到 64吧 OK 多一點 少一點 63、64 反正就是套用一下 看一下下面的部分 基本上到60 其實到62就可以了 不過多一點不影響 那再來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格式 這個框線如果你覺得它不好看的話 要不就是所有框線 你可以在其他框線 自己再改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 你自己再針對你要的去做其他的設定 換個顏色也好 這樣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完成了 反正就是在每一個下方 增加一個空白 那再來的話 請各位也許 就是把這個的結果怎麼樣 做成我們要的VBA 不過你做VBA之前 會先要需要面對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它已經做好了 除非你剛剛有把它備份出一個還沒有做好的 所以現在你可能要面對 剛剛是怎麼做的 排序嘛 對不對 那現在怎麼樣把它刪掉呢 又來了 是有什麼好方法呢 剛剛有變兩個1啊 現在沒辦法變一個1啊 你並不回去了 什麼方法 是不是可以全部重新排序嗎 重新排序會在一起嗎 不確定 不過有個方法一定是確定的 就是怎麼樣 刪除 對不對 刪除 我不確定排序會不會排在一起 也有可能會亂掉 那這個方法一定是OK的 可是一樣的 你要刪除總共31 那這也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未來當然資料只會多不會少 所以如果你的資料量很多是需要什麼 重複刪除列的話 那你應該要學會用回圈幫你刪除 那回圈該怎麼寫 第一個我們也許在講這個之前吧 我們先講一樣嘛 開發人員 不過這個地方可能就是要寫一點VBA了 因為如果不寫VBA應該沒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有的話請你告訴我 我也很想知道 因為我上課的話盡可能 如果不寫程式 如果可以不寫程式的話 我盡量還是講那個不寫程式的優先 因為大部分同學還是看到這個寫程式就會有點恐慌 那我要怎麼樣快速的刪除空白列呢 一一樣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前面講過 按右鍵插入模組 二的話呢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的話也許是什麼 叫做刪除空白列好了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刪除 空白列 一個sub按確定 然後這裡 那要寫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首先的話呢 要刪除的列從哪一列呢 從61 不過特別之外 這地方請你倒過來 反序刪除 為什麼要反序刪除 因為如果你刪除掉 如果你從下面刪 它會往上地補 可是你刪的這個 再往上跑它不會影響 OK 所以我們要刪的是從61 所以你可以跑個回圈 那反序的回圈是這樣 4 i等於61到哪一個呢 到第三個好了 假設我要刪的 是61到3 為什麼是3 3到這邊為止 對不對 那但是呢 會有個問題 我中間要間隔一個 所以你可以怎麼 打一個step step就是間隔 -2 61嘛 再來就是-2 就是-59 再來57 有沒有 所以呢這個邏輯是不是剛好是符合我們要的 你可以看一下61 59 剛剛好有沒有 它刪了之後就一直往上跑了 OK 再來的話你寫一個什麼 刪除 所以刪除列 就是row 所以你要再多選一個rows row嘛 列嘛 s就因為它是很多列嘛 所以一個集合 哪一列呢 就是第i列 做什麼呢 刪除 點什麼呢 delete ok 這個delete是一個方法 ok 那如果這個字拼不出來的話 你看鍵盤上面也有delete 就是那個字啦 delete ok 應該沒有拼不出來 ok 好 那再來的話你就直接執行就可以了 不過它這樣跑可能太快了 我按F8好了 蘇航跑給各位看 有沒有 現在i是等於61對不對 所以它看到61會怎麼樣 刪掉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那62就地補了 可是我們再來要刪得越來越少 所以現在i等於多少 減掉2對不對 59 可是這邊沒有改 有沒有 所以反向刪除比較安全 以後如果你要刪除記得反過來刪 不要從上面刪 如果你從上面刪一直會有問題 那再來59 有沒有 其他都一樣嗎 所以再來你會全部執行 有沒有發現 全部的事情就搞定了 ok 那你這個時候當然 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需不需要加一個按鈕呢 其實有的時候不一定啦 不用 像我是 我要看結果嘛 那幹嘛要按鈕 不用 你就做完就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只是執行完 就ok了 它只是一個算階段性任務 ok 再來的話呢 我們完成第一階段了 那把它恢復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把它怎麼樣 再插入空白列 插入空白列的話呢 其實到底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插入空白列的話 接下來的話 就是從哪個地方呢 也是反向 所以我希望3是從這邊 從這邊 剛剛是Delete 接下來 插入空白列是Insert OK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反向回圈一樣 for i 等於哪一個呢 32 到哪一個 到2 有沒有 然後做什麼呢 Insert 然後中間的話 不是Step-2 是-1 每一個每一個都要 就是它只要一個 就幫我插入一個 插入一個 插入一個 就是有點像你這邊這一列 按右鍵插入 它會增加一個 一樣的道理 好 那我們的寫法就是怎麼樣呢 寫法就是一樣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叫插入空白列 for i 等於32 到 到3 為什麼到3 我看一下 到這邊 因為2的話呢 你不能再插入了 為什麼 因為上面這個多一個嘛 所以特別主要 是到3 不是到2 不然會多一個空白列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Step-1 不是-2 那再來的話呢 Rose電 Insert Insert應該會拼吧 如果不會拼的話 請看鍵盤 也會有一個 剛好在Delete上面 一模一樣 所以你應該不會打錯了 ok 做完了嘛 程式應該懂嘛 這個應該是簡單到一個不行了 ok 主要是 叫VBA 幫你重複做這些事情 ok 那 主要啊 這個是因為 裡面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把它寫出來 那這個我覺得你有必要把這個學會 如果實在學不會 雲端上也有啦 你將來至少 你要把雲端打開來 照著打一遍應該會吧 ok 複製貼上也會吧 反正拿來參考中ok 然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當然如果你不確定你是ok的 我建議是這樣 一樣按F8 不要直接執行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慢慢看細節嘛 那I等於多少 32嘛 然後呢 32這個地方 Insert一個空白列 有沒有發現 他會把32的位置有沒有 插入一個空白列 他向下 那NAS的話呢 就是31 所以在31再Insert一個 以此類推 如果你這樣ok之後 你可以直接再全部執行 這樣就完成了 那這個完成之後呢 又可以把它刪掉 有沒有 他不就 隨時要分就分 對不對 要和 三 不能這個按下 要分就分有沒有 要和就和 多好 以前如果你要做這件事 應該沒那麼簡單 但是現在的話非常方便 所以剛 之前 常常有同學說 老師我要怎麼快速刪除空白列 答案就在這裡 要怎麼快速插入空白列 答案就在這裡 ok 其實這個 這個這個等一下再講 這個是 如果你如果插入空白列之外 還要再加列高的話 就是這個 所以這兩個 答案如果你等一下不會寫的話 在這邊也有 插入空白列 這是插入 那刪除的話 我把它補在上面 好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甚至如果你要刪除列 刪除空白列這個延伸 我們出去還有很多像 我常用的是刪除列的 還有個條件 是哪一列 你可以再加邏輯判斷 比如說判斷說哪一個條件 成立的時候 比如說什麼資料 大於多少 小於多少 那你再把那一列刪掉 也可以其實從這邊改 只是多一個邏輯判斷而已 其他都一樣 還有什麼刪除重複列 有沒有 常常用到 刪除重複列通常是什麼 重新排序 重複的部分 重新刪掉 他也是快速的全部幫你做完 這個也還蠻常用到的 只是怎麼寫 然後想 這個自己在做一些些變化 工作裡面很快就可以 幫你解決這些相關的問題 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剛剛的部分就是 就是做設定格式法條件 把那個範圍改一下之後 再利用那個刪除空白列 把剛剛的列 你只要有多增加就把它刪掉